大家好,我是劉凡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美爱情故事 那是发生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班上有一对反对 他们从大一的时候就在一起 很恩爱 在一次的机会中呢 我有幸跟他们一起吃饭 吃到一半的时候 女生就突然把头往男生的身上靠 男生就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到了 他就说 你干嘛 之后女生就回他 宝贝 我小鸟一人啊 男生听完这些话之后呢 就说 小傻瓜 小鸟一人 是三年前的时候 现在你胖了这么多 应该叫 鸵鸟一人了吧 鸵鸟一人了吧 那是我最后一次 看到那位男同学 那是我最后一次 我今天开始说